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能闹更看门道 2022年9月4日 恭喜羊鸡巨星Aaron Judge 突破了个人单季全力打新高 第53轰出炉 而且在追逐羊鸡前辈Roger Maris 单季61轰的路上 在同一例行赛阶段还领先两轰 希望最终我们都能一起见证 法官达成了不起的成就 这颗势头到内脚大腿高位置的二逢速球 位置甜 最后的伪劲也不算太强 被法官完全掌握毛重 这轰急球距离多达450英尺 所以一举轰到外野第二层看台的猫道上 这次法官8月23日的开轰动作 跟本场相比 前脚站的开放式打击便比较闭合一点 或许有助于法官在球技尾声 急球感更好急拉一波红盘 2022年9月4日 红翠组场迎战小熊 8局下双方仍是0比0将持不下 似曾相似的场景 8月22日主客一位 普城开轰前也是0比0将持到7局上半 本场则是8局上一出局之后 泡米艾伯先靠着二连安打 站上二壘轮到普洛斯带打 带打时机绝佳 因为小熊后援投手Brandon Hughes是左投手 第一颗球不收响 塞一颗内脚速球挤压腹神 但投到中间比腰带稍高 其实普洛斯机球时机就已经到位了 结果头补不信邪 继续内脚速球挤压策略 但还是继续失头 而且投到更甜的中间腰带高位置 那虎神就不再放过了 中右外野方向深远两分弹 剩下第695红出炉 而且又是帮助球队打下唯一分数的关键 制胜拳内脚 普洛斯在8月29日对红人扛出694轰之后 一度面临11打数一安打的小低潮 但普洛斯这轰急球处处105.7mm 急球距离429英尺都是全场最佳 急球仰角则是32度 就算是带打 状态还是调整得非常到位 普洛斯也不愧是左投杀手 而且还不是在小样本范围 这场比赛之后 累计对左投100打数就扛出12只拳内脚 也就是超过10%的打数会开轰 所以长打率是神级的7成90 普神也差一轰就能追凭ERROR 并列史上第4多轰